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来读作战篇第二个部分。 福兵酒而国力者,为之有也,故不能净之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净之用兵之利也。 甲林的助解叫,兵酒无功,诸侯身心,杜佑的助解叫,兵者凶器,久则申辩,若智博为赵,余年不归,足为相子所情,生死果分。 他说的这个智博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四大家族,智、韩、赵、魏当中的智氏。 四大家族当中的智氏最强,智博做了晋国的执政,后来找了韩、魏两家索要土地,两家都给他用了一个叫卑而交织的这个计谋,通通快快的就给了,因为你不给你也打不过他,那给了好让他再去惹别人。 智博智德一满,又去找那个赵襄自要,赵国,这会要的是赵家最好的地,关键是赵家的祖先宗庙都在那里,无论如何是不能给的。 于是就开始打仗了,智博裹挟着韩、魏两家一起发赵,许诺灭了赵氏分土地给他们,这一仗打了三年,赵家支持不住了,这个时候就派使者找到了韩、魏两家,他说智博是怎么回事你们也都知道。 哪里会分土地给你嘛,只不过是各个击破罢了,那不如我们三家连手灭了智氏,分了他们家的土地。 韩、魏两家其实早就等到这一天了,就差一个人来去捅破这个窗户制,于是镇前倒戈,突袭杀了智博。 不仅分了智博的土地,而且还灭了之后的国君三家分镜,就是这段故事,把整个晋国给划分了。 后来的战国气雄里面韩、赵卫就占了三国。智博也算是一个文无权才的人,而且作为晋国的执政,他的政治、经济实力其实远远超过其他三家。 攻打赵氏,如果能够等待时机,周密准备一鼓作气,三家还有可能被他一鼓作气,就全部打下,晋国很有可能就变成了智国。 没有后来的三家分镜的韩赵卫了,但是夜长梦多啊,兵酒必身嘛,反为三家所害。 赵湘子对于智博是刻骨的仇恨,把他的头还做成了七七,上了七,做了酒,做了这个酒壶,每天都端着喝酒才解恨,这就是智博的下场。 故,不禁之用兵之害者,则不能禁之用兵之力。 李全的注解叫利害相依所生,先知其害,然后知其利,也就是不完全了解用兵有害方面的人,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有利的这些方面。 李嘉诚说的这句话叫做,做任何事情,先要考虑失败,或怎样。 经营和打仗其实一个样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其实比打仗的胜算还要低,因为打仗就是双方嘛,不是你胜就是我胜。 经营是你不知道在跟谁打,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不要一脸无辜啊,怎么会这样。 不能成功了都是自己的伟大,失败了都是环境的变化,环境没有义无来去等我们,先避害,然后再去驱利。 因为利今天没有,明天还有可能再吐,而害却可能让我输掉劳本,彻底吐去,所以避害比驱利要重要的多。 为什么我们的驱利意识总是摆位于避害意识呢,就跟炒谷一样呢,就因为人们存在侥幸心理,都想赌一把。 有人说大不了重新来过,不是每个人都有始出的命的,出局了,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办法重来的,因为那个牌局里的人都不会白给,你手上没有牌了,你拿什么入局呢? 原文 意思和大家来做一个解释 善用兵者一不在即两不三载的意思就是,一次真兵就要解决问题,不要打仗打了一半人没了,然后再回国真兵 两不三载的意思,要求就会更高一些,不三载就是两载的意思,就两年,也就是去的时候呢,带一次粮食,回来的时候呢,再送一次粮食给军队来去路上吃,那你中间吃什么呢? 中间就要因粮于底,去吃敌人的,能克敌把臣的,那得了他的储蓄粮,那就不用国内自己去用粮了。 储蓄相侦,刘邦就是沾了仙姬嘛,沾了秦朝留下来的中央粮仓,就熬仓,储君饿的,熬叫的时候,他始终就不愁吃,不愁穿。 所以一次把事情做对,一次搞定,不反攻,这就是最大的效率,尽管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但是看来做任何事,都是一样,一次做好,是最好的。 国之,平于诗,则远书,远书则百姓平的意思呢,度牧的主节叫,粮食是重牧啊,要运粮食就要有人嘛,要有牛啊。 农夫,跟牛都远离了农前,没有人去耕地,那百姓不得不平呢,因为没有农作物了嘛。 管子说,塑形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计,塑形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计,塑形五百里,则重有积色。 就是运粮行程如果有三百里的话,那一年的存粮都会没有了。 那如果你的行程是四百里,那两年的存粮就没有了,那五百里的全国人民都要饿肚子。 所以诸葛亮北伐,他得转三年,每次转三年,去北伐一次。 魏国也把他这个粮食的账啊,算得清清楚楚,知道下回他什么时候来,要三天来一次,三天来一次。 金鱼师者贵迈,贵迈则百姓采节,意思就是部队所驻扎的地方啊。 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那周围的物价就会坑的一下,就飞涨上去,特别是围城的时候。 太平天国时期啊,清军在金陵周围啊,就是南京的周围设了江北江南两个大营,一围就是好几年。 那个周围的茶楼酒寺烟馆祭院繁荣的不得了,物价飞涨。 周围的老百姓也只能跟着人寿这么高的物价,他们的钱就不够用了。 财劫则基于邱义,邱义是春秋时纪鲁城宫所定的一个制度,叫做邱甲制。 当时,张玉书也叫国用急破,乃是秋初垫富。 相当于税收发了四倍,这个账怎么算呢? 古代的真兵制度是这样,按照土地和人口来。 司马法说,六步为尺,一百步为一亩,一百步,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乌,三屋为井,四井为一,四翼为一丘,四丘为一殿。 意思就是,真兵的时候,往往是以殿为单位,每个殿出一辆战车,也就是出四匹战马。 甲是三个人,部足七十二个人,还要出牛十六头。 这样我们可以算出国家的规模和兵力的规模。 前面我们所说的千镇之国是一千辆战车,七万五千人的一个部队。 按照真兵制度,可以算出来的它的地盘是一千殿,也就是相当于有一千个镇子,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规模。 鲁成功干了一个什么事呢?他一继位就推出了一个叫丘甲制度,还是一辆战车,四匹战马,甲是三人,七十二步兵,十六头牛。 但是他不是一个垫处,而是为一个丘处,四个丘才为一垫,就相当于等于赋税翻了四倍。 所以大家说他乱来,非把国家给整垮了不可。 孙子冰反复都在算这些数学上的账,就是强调,战争很贵,打仗很费钱。 人很贵,马很贵,牛很贵,量很贵,战争成本很高,不要轻易去打仗。 虽然很多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报销国家,能够厮杀江场,但是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和平的可贵。 那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有一个办法能把某一项成本大幅降低,那不就是天下无敌了吗? 这个跟精英一样,低成本总会打败高成本的。 想到一个方法,拿破仑还开创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叫做人民战争。 这个菜是不是很熟啊,对,我们毛主席也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 人民战争是降低了什么样的成本呢? 主要是人命的成本,不怕有人牺牲,没有什么义不在即之类的考虑。 那不光是可以无限的真兵,什么儿童团,妇女队,全部可以投入到战争当中。 所以拿破仑仰仰得意的说,现在人命比成都还便宜啊,并且跨出海口。 他说经得起一个月牺牲三万人的消耗,而欧洲其他各个军主国的贵族军队和雇佣军成本就比他的人民战争要高太多了。 人民战争还降低了一个什么成本呢? 就资源的成本。 他把国家的一切资源全部投入到战争当中,所以他能赢。 原文 力驱,彩蛋,中原,内需于家,百姓之费,时需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 甲州,十路,几顿,地路,秋牛大车,时需其六。 志将,勿施于敌,时敌一中,三五二十中,旗干一弹,三五二十弹。 这也是一个数学题,真真拖久了,那就力驱裁剑了。 因为士兵都没有力气去打了嘛,也不愿意去打了。 那财库也会被耗损殆尽。 从政府到百姓都要破产了,连野之名需要运输良响而已。 这个财量,来去供这些军队所使用。 每个家庭都内耗过多,有十块钱都要用到七块了。 政府如果要供应军火,物资,战车,战马,加州,弓弩,鸡,鸽,这种兵器,盾和壁鲁,这些是什么盾牌,什么秋牛大车,自重车和拉牛的这些车,所有的物资,十块钱要花掉六块钱。 所以质量想到的一定是吃敌人的,因为吃敌人的一中粮食相当于自己的二十中。 那中和蛋都是不带的计量单位,蛋的一蛋就是十斗,就相当于一百二十斤。 这么算一斗就是十二斤,一中,中相当于六五,但四斗为中,那就是七百七十八斤,一中就相当于七百七十八斤粮食。 为什么十第一中相当于自己运了二十中粮食呢?因为二十中是我们运粮的成本,千里运粮靠的是牛带拉,那牛需要吃东西啊,人也要吃东西,还有劳力,运粮的部队的保护等等。 所以出发的时候,两万一千充粮食,运粮部队去的路上就要吃掉一万三千充,到了前线交割一千充,然后再带七千充回来,路上吃,不然你就饿死在帮路上了,就是一笔账。 所以成本极高,人要吃,牛马也要吃,运粮的牛马也得拖在自己路上来回来吃的那些草料,就是极杆吧,极就是豆杆。 曹子有一个诗嘛,叫竹豆兰豆漆,就是那个漆。这些都是牛马吃的草料,每相当于十第一斤,相当于自己的二十斤。 秦朝在打匈奴的时候啊,是天下运粮,从山东开始运,三十钟才能运到一弹。你想,这个成本是多少?这个山东是两百倍的成本啊。 因为运粮靠的是人力,很有处理,深处的力量,效率低,时间强。 汉武帝通西南移,数万人运粮,也就是十几中才能运上去一弹,要有一百多倍的成本。 所以孙子说二十倍啊,那还是春秋时期,国家之间打仗,都是平地,都在一开发地区,后来打匈奴,去打西南移。 然后翻山越岭,布毛之地,这些运粮成本就更高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是想先拿下东北,再拿下江浙,就获得了积阳的基地啊,有粮食。 如果在华的这些日军全部要从日本运粮,运物资呢,他就支撑不下去,所以中国就坚决不投降,拖住他。 也使得中国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嘛,就是这样硬拖着他,让他进入到持久战当中,就不利于日本的侵略中国了。 成吉斯汗周福世界也是一样,在粮食上的成本啊,也是关键。 游牧民族啊,在草原上他就赶着牛羊去走,每天羊奶,牛奶,羊肉,牛肉,牛羊一边走一边神,打这个小牛小羊。 所以他的部队一开拔,就不需要后方来运输,到了前线,打下城市就吃敌人了。 这是他的站边能够挥那么远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能解决粮食问题。 孙子的要求是善拥兵者,一不在即,两不三载,而成吉斯汗做到。 所以打仗就是打钱啊,经营就是经营的预算,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